哈喽 我的孙孙 昨天晚上睡觉前就特别想吃包子 然后今天就特意洗了个大澡 走 我又来了 去这买大包子吃 今天都没啥人 但是来好多人 超丰盛的 我看看吃什么呢 那就来一个叉烧 肉包还有豆沙 这是啥呀 牛肉丸就是牛肉丸 那我要个烧麦 糊米烧麦 再要一个芋头糕 在广州这种现珍的包子铺 还是很多的 早上有很多的选择 包子店的旁边 就是卖这种老式的点心 哎呀 上次来人太多了 都没有好好看 看看都有啥 都是一些广式的小零食 小零嘴 我想吃这个了 哎 这种是不是那个叫啥盖奶饼干啊 这个 哎 哇 还有这个水泡饼干 这贼好吃 虽然很噎 但很好吃 我每次来这种糕点店 就总能想起一些美好的童年回忆 不用想吃这家的酱香饼了 我要一张 然后不切 这个菜市场 光是外面的摊子都好多 哎 还有珠长鹿 哎 有一盒珠长鹿 这两个市场我都没有吃过 老板 这里叫什么呀 水 水 水 还没吃过呢 买来试试 谢谢 哎 我还要来这里混点我爱吃的包子里 哇 种类真的超级多 我要大买特买了 老板有没有流沙包 流沙包 这只花枝 核桃包怎么买呀 这只好吃啊 这只好吃 哦 我有一包核桃 有一包流沙 这种呢 这么大一包 6块 芝麻包呢 5块 5块 好便宜啊 都是五六块钱一包的 除了那个核桃的比较贵 这边还有一些糕点 哇 好多啊 哎 这个是那个 脆皮包 脆皮小面包 嗯 怎么卖呀 10块钱一包 我想要两个这个脆皮的 两个这个无水的蛋糕 嗨 现在又找到了一个早餐店坐下来 咱虽然在外面 但也得精致 给自己做一杯生椰拿铁 家人们 我出息了 被菲诺爸爸看到了 说喜欢我 菲要给我寄厚椰乳 那味道我嘴边的饭 我怎么能拒绝 是不是 咱们把菲诺厚椰乳倒入冰杯中 这个是植物奶不是椰子汁哦 咱们再把咖啡加里头 这样就可以快速的获得一杯生椰拿铁了 操作真的非常简单 真的好好喝 菲诺去年就是生椰拿铁出圈了 我个人觉得跟外面卖的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不会是生椰拿铁的原配CP 我今天不是说我特别特别馋包子吗 你们会不会突然某个时候特别馋某一个东西 我觉得馋包子可能是馋碳水了 所以我今天大部分买的都是碳水类的 来炫一个大叉烧包 叉烧包里面的内馅是那种甜丝丝的 然后叉烧包是有点肥肉的 特别好吃 它那个面皮是那种也是甜的 他们家的包子都好大一个 你看每一个都是比拳头要大的 这是豆沙的 你怕不怕没说味 好不怕 你们早餐最喜欢吃什么包子呢 肉包 嗨 转移阵地了 刚刚那边人真的太多了 我怕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 所以我就把它带出来吃了 不过我的包子都已经炫了三个了 来吃这个吧 烧麦 软软弱弱的 我以前真的老喜欢吃烧麦 这烧麦里面是糯米 都被我喝完了 这个也是在包子店买的 芋头糕 我超级喜欢吃芋头糕 还有那个叫什么黄金糕 有没有人吃过 它里面是有那种芋头的颗粒 是咸咸甜甜的 除了黄金糕 还有那个萝卜糕也特别好吃 它是那种棉沙沙的口感 咬起来又是糯糯的 还有那种芋头的香味 这个超级好吃 这个买回家 在平底锅上面煎一煎 无敌了 我又看到了爱慈 这次是两块五一个 它还有白色的 我就特别好奇这个白色的爱慈是什么 那个老板是垫白人 他教我说 但是我好像忘了 黏糊糊的 一个甜的 一个咸的 好像是那种糯米粉和面粉 那种黏糊糊的感觉 这是咸的 他说是他自己做的 我真的相信了 不是很好吃 好黏 在嘴里会打你的那种黏 没有下次 然后这个是甜的 应该是 甜的要比咸的好吃 甜的里面的那个料会比较好 还能吃出那种椰子的味道 我觉得老板的这个 不是 我觉得狗一直播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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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拍的 我还在他家买了这个 猪长鹿 但是我现在已经 开始有点担心了 老板的手艺 但老板人特别好 是这样子的 加了蒜蓉 还有辣椒酱 三块钱一条 六块钱两条 还配个盒 尝一下有酱的这一边 哇 他的辣酱 好辣呀 比我上次在那个沙园菜市场 买的猪长鹿 又好吃 老板虽然做爱慈一般 但是做猪长鹿 非常好吃 里面是有一些豆芽 还有胡萝卜 你们说 我今天是蹲着吃饭嘛 你们说我蹲着吃饭 是不是消耗会更大一些呢 他这个辣酱真的很带劲 外面的皮糯糯的 里面的蔬菜脆脆的 加上这个辣辣的辣酱 好好吃哦 这是刚刚在那家店打包的淡酒 我把它带出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特别想喝淡酒 我好喜欢喝淡酒 好好喝啊 这一张酱香饼 轮到了我最爱的 酱酱 酱香饼 摊开给你们看一下 这么大一张了 这一张酱香饼 才6块钱 对没错 6块钱 这么大一张 层次超多的 我很喜欢吃他们家的饼 每一次来我都必须要来一张 必须要刷辣椒酱 它的辣酱好好吃 他又来问我是不是电视台的 脆底小面包 上次在沈阳吃过一次之后 就再也没吃过了 没想到我们这边的菜市场也有这个 尝一尝 它虽然这里是脆底的 但是不会很腻 然后这个面包吃起来是那种甜丝丝的 很耿酒很有嚼劲 吃这种脆底小面包 最好吃的就是上面的这一圈 然后这个是我的童年回忆 是那种小蛋糕 蜂蜜小蛋糕 我买了两个蜂蜜小面包 两个脆底面包 是两块钱四个 均价又是五毛钱一个 这真的很好吃 对以前我妈只要买一袋 我差不多一天就能把它炫完 它是奶香奶香的 然后甜丝丝的 口感就是介于蛋糕 还有面包之间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 这个是那个糖条 你们应该都有吃过吧 过年的时候会有很多 老人家会比较喜欢吃 这个是糖环 掰一点尝一下 赶紧把这个淡酒喝完 我要走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酸酸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 一见三年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